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 这朵花好美啊 真的很美 我们快踩好去布置餐会吧 发现你们了 孩子们 快逃走 砍刀 小鬼 看你怎么逃 给这个小鬼一点颜色瞧瞧 别在小孩身上浪费时间 走 给我全部杀光 哼哼哼哼哼哼哼 连婴儿一起上 快刀 这里的人全部都杀死了 那么放把火把这里烧了吧 趁火还没烧到我们 快走 是 噩耗传到史洛伯牧师在英国的家乡 使牧师在英国求学的另外三个儿子悲痛万分 我真的好想念爸妈 主啊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孩子们 不要太难过 将来我们都会在天堂再见到他们的 谢谢肯那位爵士 我们已经决定 等我们完成学业后 仍要继续完成父母到中国从事的教育工作 服务这群上帝也深爱着的人们 太好了 上帝会大大赐福你们的 另外我已经安排好了 这是一位在中国遇难者的追思会 追思会将在8月13日 与伦敦埃克赛特会堂举行 仅代表遇难者的家属 谢谢肯那位爵士 他伤心过度了吧 请你不要太难过 你的两位女儿已经为主耶稣的福音训道了 不 我不是为自己的女儿训道而难过 我难过的是 都是因为上帝爱中国啊 根据伟基百科网的记载 古田教案是西元1895年8月1日 发生于福建省古田县的一场教案 当天 古田斋教教徒 袭击了正在古田华山上避暑的英国传教士石洛伯 及其妻儿和随行的其他女教士 在自私暴论中 总计有11人丧生 除史洛伯本人外 其他受害者 皆为毫无自卫能力的女性或儿童 史洛伯牧师 来自英国一个极有名望的家族 赫赫有名的威灵顿公爵 是他的祖父辈 西元1876年 他带着新婚妻子路易莎来到福州 开办学校 教育中国子弟 史师母则培训中国妇女同胞 然而 服务中国近20年的史牧师夫妇 竟然死于乱刀之下 连尸体都被焚烧殆尽 西元1909年 史家长子史超玉前来香港 担任圣保罗书院的院长 他退休后 由在古田教案中受伤的弟弟 伊尹继任该书院的院长 兄弟二人在该校服务共继五十余年 而另一位在古田教案中受伤的妹妹 家服联 于西元1915年来港 任香港圣保罗女书院创校校长 史家三子史文轩 于西元1907年来中国 在成都主持俯仁学会 服务中国青年学生 史家以得抱怨的精神感动了一位中国青年 他就是后来推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艳阳初 所以 史牧师对中国的贡献 并没有因他本人的遇害而结束 反而更加发扬光大 紫城复制 胸中地极的传承精神 在中国史上虽不少见 但是桑德斯太太的故事 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消息传到澳大利亚墨尔本 寡居又丧女的桑德斯太太 不只将两个女儿的遇害 看作是上帝的恩典 并决定亲自前往古田 学习适应陌生的环境和语言 继续完成女儿们所未完成的服务工作 因此 没有比年余半百 寡居又丧女的桑德斯太太 在古田的出现与服务 更能让人体验 耶稣基督的大爱和赦免了 古田教案中的幸存者柯灵灯 一年半后 结束在英国的多次治疗 又回到中国 并在古田继续服务多年 然而 他脸上无法修复的刀伤 正如耶稣手上的钉痕 无声却强而有力地 宣扬耶稣基督的大爱与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